三個鐘燦蕩 近來某一位的局長都幾多出來 就是這個政制事務局長 內地及政制事務局長聶德權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有港區選 二來是少數局長出席公開場合 記不記得他被人擠雷射不射 他離開會場時,車又被人包圍 客觀不是站在黃絲的角度說,覺得他頗得體 他沒有發爛爛 在車道離開時,沒有造成更加大的衝突 Facebook 其實是蠻活躍的 不停在留言,而他用的語言 起碼不是陳茂波等級的語言 你看到他是想做親民的方向 我不知道和你最近留意到的兩宗新聞沒有關係 一宗新聞當然是說他偷步買樓 另外一宗,原來他幾個兒子都同時用手指同一時間入市 還要是兩宗新聞都隔了幾個星期 第一宗就是剛剛施政報告出完之後 就說宣布了我們討論過 就說可以留意州案多一點 於是熱手市場回約了 然後說他知道這個消息 其實他又有申報過 只不過是討論過,他申報了這件事 是否可以呢 這個不再討論 但是那件事都說有少少新聞價值 都是有少少覺得,究竟他正確是否正確是否正確 是呀,就是偷步買樓 是呀,偷步買樓 但是偷步買樓之後 現在過了師兄報告都差不多一個月 再有一宗就是前幾天我見到的 譬如說有報,我讀過條題出來 為什麼呢 聶北權兩子九月首次入市 就說他是怎樣可以省下多少稅 就是用這個手指的方法 那你再出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好像有組織及有預謀去做聶德權 雖然我開始都沒有什麼想 為什麼特別要做他還是怎樣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喜歡跑馬仔 不是說想想一定是誰去選特首 還是誰會再升 是看看大家的民意受歡迎程度 因為這個首次名義買樓 就是剛好在放寬了這個案揭之後買的 而他們三個兒子合起來就買了2400萬樓 其中兩個就不知900多萬左右的樓價 那些人就立刻覺得 你政府放寬完 你就立刻可以利用這件事 放寬完或放寬前 放寬完之後的應該是 是不是施政報告前 施政報告前 施政報告前 所以就覺得會不會有關係呢 兩件事 一個就是這宗新聞究竟值不值得討論 或者是究竟值不值得報道 或者會用什麼角度去討論 我記得第一宗新聞 我覺得報是說他偷報那件事 那是新聞來的 隔了幾個星期之後 再出這宗新聞 說他是首次的時候 他不僅說他是首次 他不僅說他之前再解僱一次 就說他是偷報 就是放在一起 就覺得給人的印象 就是他這個人是很有問題 那我就覺得 這次這樣部署的話 我覺得是有對家想做的 就是這個新聞這樣 尤其是 你問我的話 首次那幾個 兩個兒子還是三個兒子 那些不是很小的 不是三歲買兒子 不是三歲是一個人頭 然後就用他的名字 就是他買了單位的話 那他有兒子的話 那他的兒子買樓的話 那又怎樣呢 而且還要說 他用700多萬人買入這個匯曬 只有350呎實用 你問我當然是陰陰嘴笑 這個時候你用700多萬人買 300多呎的單位 即是你慘了 是慘了的機會是多過什麼 這個就是首次 這個因為是呼吸計劃 這個是呼吸計劃 他沒有說到他給多少首期 我不知道他是用 買新樓全部都是呼吸計劃 即是他用很低 但他實際上 他有沒有給多少單位 我們不知道 這些是很小的 他不會給的 人家可以給你很小的單位 你也會給你單位 OK 我覺得這件事是順從的表面證供來的 問題就是他在施政報告出之前 已經是說 已經是做的 而且他做的事情是有點像聽到內幕消息 然後就分身去推 即是說你是那件事 你是用盡所有人頭去買 然後買了所有呼吸計劃 你那件事是極度可以的 即是為什麼你要全 你一個人頭都不失去 你為什麼平時的時候 不是一次過 你都要逐格去買 你為什麼 即是他的問題 而是有的確是 為什麼你要全部人 全體人員去出動 來去買 用所有的人頭 而且你還是要全集計劃 所有東西都買 整件事的可疑程度是這樣 如果你自己買 你再考核 即是他一早估計到樓市會升 所以就全家總動員入了市 我不是說一早估計到樓市 我只是說那個事實是這樣 那件事實是很可疑的 因為你沒有理由 你就算是買樓 你都分開買 你說很有把握 你只會一次過分身 在很短時間一次過分身 如果不是一個turn around 你不會好 假設我現在叫你買 叫你買股票 叫你買股票 你突然間全副身家 買單一隻股票 你是不是每個人 提起所有款都買單一隻股票 然後叫你老婆 叫你兒子一起去買 那你就很可疑 整件事是這樣 你不是自己買一下 我都是偷偷地買 賣十來二十萬算 突然間你是全部用全軍總動員去買 這就是你的客觀事實陳述 但為何你會覺得 他如果這樣 按照你的分析 為何他會這麼不小心 或者這麼蠢 差多少 因為問題就是 你之前已經舔過一次 你沒有理由 這麼短時間內 不會沒有認識 再舔一次 第一 其實香港的高官 他們當初在考試入職的時候 就集了全世界最聰明的人 但當你做了上去之後 這麼多年的時候 變成全世界最蠢 因為他們沒有訓練 其實他們的認識是很低的 因為每天都看著文件 做相同的事情 其實他們做的事情是非常愚蠢的 都是看文件 再開會 他們不需要面對太複雜的事 尤其是 而且他們所有高官 或者所有政府官員 都有一個很明顯的特質 就是很貪小便宜 就是全部人都很貪小便宜 不知為何 因為可能他們是非收入 從來都沒有外快 當一有機會有外快的時候 就要拼命立立 但是這個時間 尤其是現在香港的局勢這麼動盪 他坐到這個位置的話 其實是之前都有傳媒報導過 看好他 有得更上一層樓 就算不是選特首都好 可能會是做 三私之一 對 三私之一 都會有機會的 如果他是有這個 覺得自己都是其中一個選擇 的話 會不會更加避忌一下 這是第一角度 第二角度的話 會不會因為有人覺得他有上位的機會 會於是乎特地去做他 報新聞 這兩個角度又怎樣看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 當時的確是有人 很多人跟我說會捧他的 但是究竟是否有心去做他 我只是會說是沒有辦法死不了人 問題是有心做他一個 是一個在他很討厭他下面的人 還是一個在他上面的人 有心去整股 那你就不知道 但是沒有猜是死不了人 可能是一個跟他同輩的人 甚至是一個下屬 騙了很久 他就被他搞了很久 然後就趁機撿他出來 都不頂 不過問題就是 第一就是 他的確是 很多人都跟我說過 想捧他做下一屆的 因為 但是 我想現在就很惡搞 但也不緊要 如果是真的有心捧他 視乎爺爺的意向 這些叫做 死豬八百開睡筒 即是今時今日 李鄭若驊都出來了 其實只要硬恐的話 鄭若驊、梁振英 大家個個都不斷出來了 其實是不太介意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覺得 他是一個適合人選 就算你幾臭黨的話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你是怎樣的 不是 我不是說之前 其實他很積極去做一些 開明的事情 雖然你在一般群眾的角度 都是一些很歪的事情 即是今時今日做什麼 你都是被人罵 你做些猴子都沒有人來 但起碼他嘗試去做這些事情 我都說我們身邊 甚至有些朋友 都會分享聶德權的事情 可想而知 他是吸引到一些年輕人的注意 不要說支持 他做的事情 嘗試去接觸到Mask 你說他是不是有部署 我覺得更上一層 我覺得是像是 尤其你有看過聶德權 像在公開場合 你照算 被雷射筆照著 陳茂波整個黑了 什麼都不說 他自己覺得是 我都是明白的 有些人會做這些事情 但默默默 所以如果你把我的觀察 加上你這兩個新聞 我便覺得很像 有人想上位 如果你想上位 我便找兩宗新聞去打你 你問我那幾個兒子 是否為了施政報告 因為施政報告 跟他直接無關 因為他本身已經做了上樓的事情 最多只可以說 因為放寬了八成按揭 然後樓價升了 他便可以借這個細賣樓 但他做的那些計劃 我懷疑 你都要佛式 你未必賺到錢 而且一揚出來 大家都要坐死火 你怎樣賣 你一賣 就等於證實那一宗新聞是真的 所以我覺得第二宗 就真的像你所說 就像是做他 就比他特意去做 就是這樣說 在買樓這方面 今時今日 是沒有辦法炒樓的 只有那些很蠢的人 很蠢 雖然這些很蠢的人很多 包括大陸教授 才明明可以炒樓的 因為根本上 你借那個稅 所有東西 你都沒有辦法能夠搞定 但問題就是 他們不排除 即是說 他們希望等於梁錦松買車 他不是希望賣車出去賺錢 他只是說 省了多少 你現在買了 你立即 立即 省了多少 即是說 他其實是想買這些東西 都是買來坐的 不是買來坐的 不是買來坐的 於是他就說 我買來坐 不是買來坐 即是你會心裡 有一些安慰自己的想法 以為是沒有事 還有家人坐 即是都不知道 即是這樣 還會變了 會有一個僥倖心 還有 亦都這樣說 大家看過無數高官 有無數這樣的事 是發現那些高官 其實是真的很貪小便宜 即是從政務權以下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這就到這裡